记者李中宪、陈玉、台中报道大甲镇蓝宫妈祖7日起假,2020年适逢总统大选年,7日陆续有大咖政治人物到场,国民党党主席吴敦毅下午1点多抵达参拜,走进庙里参拜路途中,面对媒体提问一律微笑点头说谢谢大家,下上庙方,警方为安,不少媒体,相客都被推挤,场面相当混乱。 吴敦毅到大甲镇蓝宫上香 图、记者李中宪、摄影中心社,夏同吴敦毅参拜完后面对媒体提问会谈破局,吴敦毅说,我们会在最适当的时间,做最必要的安排,因为党里头有意愿参选的人很踊跃,大家都诚心诚意,希望我们能用最好的方式,推选最有机会,能够代表中国国民党参选总统, 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吴敦毅强调,我们会有耐心跟诚心来沟通协调,让他们有坚定的共识,这点很重要,要不然你想22个县市能够拿下15个? 县市,主要是协调都是很有诚意,几乎没有人违信参选,22个议会,19位也是都协调出来的,是因为我们有耐心跟诚意。 我们下期见!